饿了吗 7月26日 娱乐圈的大瓜一个接一个不停 前有某名人在朝阳区因嫖娼被抓的传闻 后有郭德纲小舅子 岳云鹏经纪人王宇清因强奸被捕的爆料 现在知名主持人土磊又遭女生实名举报强奸 令网友们震惊不已 据爆料的网友透露 土磊曾在他19岁的时候强奸过他 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并且土磊还在不停地骚扰 甚至跟踪他令他非常困扰 因此他希望通过举报让土磊受到应有的惩罚 同时让更多人了解他的罪行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 这名女生甚至还晒出了自己身份证 从证件还有他的账号信息中能够看出 他1998年出生于重庆 目前在江苏生活 现在也只有24岁 年纪还非常小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么事情应该发生在5、6年前 也就是2017或是2018年 当时土磊的女儿才一、2岁 值得一提的是 这名女生还罗列了土磊十几条罪行 曝光了很多细节 据悉,土磊曾欺骗过他 强行和他发生关系整整5天 而且期间还一度暴力殴打他 事发后 女生的父亲曾拨打110报警 不知道为何却不了了之 除了强奸他外 这名女生还爆料 土磊曾偷窥过一名16岁的女生洗澡 从这名女生的言辞中不难看出 他非常气愤 甚至怒斥土磊不尊重女性 把女孩当声誉工具 称他一个老脸主持人 凭什么欺凌我 不过,这名女生除了晒自己身份证 写了一堆文字举报斥责土磊外 并没有晒出实质证据 例如他和土磊的合影 或是聊天记录等 所以有网友不太相信这件事 如今,土磊被曝强奸仪式 在网上引发热议后 举报他的女生却突然删除了这些举报信息 也让这件事的真实性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至于被举报的土磊 他一直没有在社交账号上回应此事 不过他原本因妻子生病住院停更了好几天 现在却突然更新账号 镜头中他如同无事发生一样 很淡定地为自己的直播间打广告 而他另一个账号也在停更五天后更新 并且发布了一篇名为《婚姻幸福的人》 为什么也出轨的文章 在这个结果演发跟出轨有关的文章 让人不由想入非非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土磊能够回应此事 给粉丝们一个交代